南极洲一块超过600平方英里的冰山崩落 科学家表示这是正常周期的一部分 与气候变迁无关 被科学家称为第二巴的这座冰山 在南极洲东部断开 它的面积为1636平方公里 比美国的洛杉矶市或英国大伦敦还要大 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崩落的最大冰山 这座重达3150亿吨的巨大冰山 专家根据海流和风向估算 将向西移动 并需要至少好几年才会完全融化 由于海洋中忽然多了一块漂浮的庞然大物 科学家们必须持续观察与追踪 看是否会影响到船只通行 科学家们解释说 冰山崩落和气候变迁无关 他们在2000年初 首次发现了冰架上的裂痕后 就一直预测到大型冰山崩裂 还给它起了个有趣的名字 松动的牙齿 因为它在卫星图像中 和小孩子的牙齿相似 他们对这个冰架观察了近20年 终于在今年掉牙了